第四季节目 奥地利的德语游学团队的成功组织 STS在瑞典哥德堡宣布成立 时至今日 STS的员工已超过一万五千名 在全球二十二个国家设有办公室 并在四十一个国家 开展各类语言与文化交流项目 2002年 STS中国办公室在北京成立 十年来 已经有超过五千名中国学生 加入到STS的大家庭 截至2009年3月 STS接待的国际学生人数达到一百万人 近年来 该数字一直在高速增长之中 2013年7月 STS中国办公室引进 STS成熟的英语教育体系 在北京举办来华外教英语强化训练营 将最先进的英语教学理念 带到中国 七百余名来自北京的同学们 与STS一起度过了这个难忘的夏天 国际学生人数达到北京的 十年在国际学生人数达到三百万人 七百万人 科学有很多小学生人数达到 国际学生人数达到 最有意义的手架 I hope that we can all learn things that will follow up in the future and be with you Thank you for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here and work with you and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Hello everyone I'm Tamara and I'm from London My name is Adrian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STS拥有超过50年的 国际教育行业经验 强大的教师网络 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此次STS中国办公室 携手国际团队 邀请了30多位高素质 高资质的外籍教师来到中国 以最经济的方式 让更多的学生 能够感受真正的国外课堂 本次英语强化训练营 还得到了瑞典驻华大使馆 北京市朝阳区教委的大力支持 The launching ceremony for STS The end of course begins 全封闭外教英语强化训练营 旨在通过高品质外教团队 和破除高校教材的使用 以提高学生应对国内中考 高考等升学考试的能力 又能接规国际教育的模式 和标准化考试 同时适应高考和留学两条路 采用自由教材 摒弃传统的通过语言 学习语言的教学模式 采用先进的CLIP教学法 以内容引导语言教学 激发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 所有外教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的背景 全部具有高学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 直丢从境外引诸 确保教学团队能追求 决定和教学认语言 常认知语言 我能说更多这种语言 我觉得我很简单非常容易 有很好的语言 這中間大小的小的小朋友 他們有一個機會去跟我們話說 我們能夠知道這些東西我們不懂 我們可以被抓到 我覺得這些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小小 我們是一個小小的小小 我們有一隻小的小小 全营地学生极品参加的课后活动 以体育和娱乐方式促进学生语言的高频运用 下令营期间可根据学校需求 面向学校的英语教师 由STS高级教学导师提供专业培训 STS来华外教英语强化训练营将继续在中国举办 欢迎加入STS的大家庭 希望我们能和你一起学习一生相伴的知识 诉说动人心扉的话语 共同创造永难忘怀的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